健康话题偏头痛 很多人会觉得是老毛病了 吃颗止痛药熬过去就好 但如果头痛愈烈 发作的频率又过于频繁 就要小心是其他疾病的警讯 因为偏头痛不代表 一定只有一边会痛 又有人是头部的两侧都在痛 甚至还会出现恶心 呕吐 胃光或是怕吵 如果每个月发作超过四次 或是天数超过了八天 都要尽快的就医检查 不能够只靠吃止痛药 治标不治本 自己大概从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开始从生理期前后 或是甚至没有生理期的时候 一个星期大概会有三到四天 都在一个头痛的状况下 一个月大概会有两三天 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根据台湾头痛医学会统计 国内有两百万人 都有偏头痛的困扰 盛行率来到百分之九点一 女性发生的比例更是高出三倍 遗传性的体质 那这个体质它对于环境会比较敏感 所以譬如说温差 天气的变化比较大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头痛 压力啦 睡眠不足 三餐不规律 或是脱水 水分喝太少 那女生有时候跟月经会有点关系 譬如说荷尔蒙的变化 其实也会造成偏头痛 比较容易会发作 调查更显示有七成的国人会不定期头痛 净半数会发作四天以上 甚至有一成五的人演变成慢性偏头痛 不少人靠着吃止痛药解决偏头痛问题 长期下来造成肝肾负担 医师建议民众可以自我检测 如果头痛伴随恶心 呕吐 胃光症状 只要符合两项就要寻求专业帮助 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 你就需要考虑的叫做预防治疗 有点像是在稳定神经的概念 它是有条理的概念 它需要每天规律的使用 那药物的话每天需要规律的使用 那好好使用的时候 它可以大幅减少头痛发作 减少死痛药使用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改善生活品质 偏头痛也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十大健康疾病之一 提醒民众不要轻忽 医师也建议 透过睡眠 饮食 运动 少吃加工食品都能获得改善 大安新闻李建宽 林立一 陈品杰台北报导 爱助短谷暂 警卫 永坚 再忽ars